大家好,我是Fairly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一本故事書 書名是 咦?大野狼內鳥,你怎麽不逃跑? 在開始之前,邀請你們先按個按鈕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如果準備好,我們又一起來看看 這本故事是說甚麼 咦?大野狼內鳥,你怎麽不逃跑? 從前,有一個平靜的森林 那裡的小動物都生活得很開心 但有一天,森林裏出現了一隻非常飢餓的大野狼 很多小動物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小兔仔知道了這個消息之後 方方尊重地逃離這個森林 過了一陣子,兔仔遇到蝸牛爺爺 他很慌張地大叫 蝸牛爺爺,快點走 森林裏出現了一隻非常飢餓的大野狼 但是蝸牛爺爺非常冷靜 完全沒有想要逃跑的樣子 兔仔遇到蝸牛爺爺 兔仔再次向蝸牛爺爺緊張地大叫 快點走 好,森林裏出現了一隻非常飢餓的大野狼 再不走,恐怕就要被牠關掉了 但是蝸牛爺爺仍然非常冷靜 緩慢地爬行 終於,兔仔夾起來了 我告訴你 森林裏出現了一隻非常飢餓的大野狼 我們要快點逃跑 才不會有危險 沒想到蝸牛爺爺仍然不慌不莫 好慢,好慢地向前爬行 兔仔心想 這樣讓牠走下去也不是辦法 讓我幫一下牠 於是,兔仔就把蝸牛爺爺揹在背上 繼續逃跑 走了一段路之後 兔仔在一塊石頭前面見到垂鼠妹妹 兔仔很害怕地大叫起來 垂鼠妹妹,快點走 森林裏出現了一隻非常飢餓的大野狼 你對牠來說是很好的食物 再不走,恐怕就要被牠吃掉了 碧波,碎鼠妹妹都只是呼呼大睡 根本就聽不到 兔仔再次對準碎鼠妹妹的耳朵 大聲叫 快點走啊 森林裏出現了一隻非常飢餓的大野狼 再不走就沒命了 不過,垂鼠妹妹依然苦苦大睡 不過,垂鼠妹妹依然苦苦大睡 完全沒有想要醒來的動靜 兔仔開始心急了 我告訴你 森林裏面有一隻非常飢餓的大野狼 非常非常之危險 我們要快點逃走啊 唉,可惜垂鼠妹妹都還在睡目中玩 動得不動 最後,拖仔就決定揹著蝸牛爺爺 抓住碎鼠妹妹的尾巴 繼續向前逃走 走一小段路 他們就見到老子叔叔了 老子叔叔,我求求你了 你要快點逃走啊 兔仔很慌張地大叫 森林裏面出現了一隻非常非常機愛的大野狼 再不走就沒命了 不過,老子叔叔非常固執 他說 森林裏面根本就沒有大野狼 你是個編子 老子叔叔不肯相信兔子說的話 不過,兔仔沒有放棄 繼續大叫 快點逃走啊 森林裏面出現了一隻非常機愛的大野狼 我認識的是 古致的老子叔叔 都還是不肯相信兔子 還說他 森林裏面羨慕大野狼 你是個大騙子 我怎會相信你啊 兔仔沒辦法了 他控了老子叔叔 現在我跟你說 森林裏面有一隻非常非常機愛的大野狼 我們現在的樹莖很危險 要快點逃走啊 森林裏面根本沒有大野狼 因為我從來沒見過 古致的老子叔叔開始發怒了 結果 兔仔決定不理老子叔叔 因為他太充 而且太固執 沒有辦法帶著他逃走 到最後 到最後 兔仔遇到地鼠先生 兔仔很難過地在這裡哭 地鼠先生 要快點走了 森林裏面出現了一隻非常非常機愛的大野狼 再不走 恐怕我們四個都會沒命的了 沒想到地鼠先生異常冷靜地說 我早就知道了 因為我看著他進入森林 但是不用擔心 我有地下通道 大野狼進不來 而那條通道還可以幫助你們 安全地逃離森林 你們就儘管跟著我 說完 地鼠先生一轉身 就跳進入地洞裡 蝸牛爺爺 小兔子 和碎小妹妹 都跟著進去 他們首先往前走 一直一直走 轉了個彎 繼續前進 終於 出來了 我的朋友 我們已經逃離森林了 這裡我保證 絕對沒有大野狼 雖然地鼠先生是這麼高 但是看真點 前面有尖尖的嘴巴 還有一個鼻子伸出來 嘴嚇得狡惑地笑 當兔子上來之後 完全被眼前的一切嚇得呆了 在他們四個眼前 正正就站著那隻肌餓的打野狼 他還要對著他們四個大喊 嘔 連碎小妹妹都嚇醒了 嘴嚇得狠 嘴嚇得狠 猿鼠 猿鼠 兔子 碎鼠 和蝸牛 好怕 在角落裡 不斷不斷震 突然 大野狼竟然停止前進 還心滿意足地跟他們說 不用怕 我有這麼恐怖嗎 唉 你們好幸運 因為我不會襲擊你們 我已經吃得很飽 很飽了 因為 我剛剛吃了爐子 挺好吃的 你們有空下次又試試吧 說完 大野狼就轉身離開了 地鼠 兔子 蝸牛 和碎鼠 都呆了 這次他們雖然沒有被大野狼吃到 不過可憐的爐子 就是因為他的固執 害死了自己 就成了最後一個犧牲品 那今天這本故事就說完了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有名字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